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魁省长者住宅大火 三死 三死人失踪 酒后非法载车 Justin Bieber 美国被捕 乌克兰反对派会再与政府谈判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是2014年的1月23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首先来看今天的家国新闻 魁省东部一座长者大厦 凌晨发生大火 至少三名住客死亡 可能有多达30人失踪 照市地点是魁北克省东北面250公里 圣罗伦斯河畔一个小镇 该座有52个单位的长者住所 凌晨约12点半起火 迅速蔓延 有消息指 大部分住客都是行动不便 甚至坐轮椅的长者 附近地区多个消防部门派人到场协助 先后救出大约20名住客 送往附近一所学校 暂时安置 魁省省警说 至今在火场发现三具尸体 上游大约30人仍然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有关方面正全力拯救并点算 至今未有确实失踪数字 当地消防总长形容 是来自地狱的一晚 死伤人数有可能上升 现场消息指 照市大厦内有一间社福机构 一间药房和一间理发店 事后 整座建筑物被移为贫地 消防当局正调查火警起因 19岁的本地流行偶像歌手Justin Bieber 涉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非法赛车及酒后驾驶 被当地警方拘捕 警方说他会获准保释 迈阿密滩警方表示 19岁的Justin Bieber 是在凌晨4点左右被捕 当时有警员发现 两辆跑车涉嫌非法赛车 警方说 Justin Bieber 驾驶这架租来的黄色兰博基尼 和另一名歌手哈利勒所驾驶的红色法拉利 进行非法赛车 Justin Bieber 承认曾经服侍大麻 也未能通过酒精测试 两人都被控非法赛车和酒后驾驶 Justin Bieber 被捕时曾和警员发生口角 但之后态度合作 他同时也被控拒捕 警方说 Justin Bieber 会获准保释 上周 Justin Bieber 御所内发现毒品 当局调查后没有拘捕他 加拿大奥运委员会宣布 派出女子冰球明星 威肯海泽代表本国 担任2014年索气冬季奥运会持起手 加拿大奥运委员会选派女子冰球明星 威肯海泽 担任索气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持起手 威肯海泽已是第四次代表加国出战冬季奥运 曾赢得三枚金牌 一枚银牌 而且两度获选为最佳球员 好的 本地新闻之后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东方30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计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财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用英语人士的角度 对中国内地各级政府和企业家进行宣传和对话 记录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新成就 WOW TV带您看中国 看更多精彩节目 请立即联络您的信号供应商 订阅CCTV英文新闻频道 与CCTV英文记录频道 WOW TV将在1月16日到2月13日期间 在罗渣市808标清台和577高清台开放免费收看 请通知您的朋友届时收看 免费期间结束后 有意订阅可拨打中文热线电话 1800-787-7953 除了罗渣市之外 贝尔电视Five TV的710台也可以收看WOW TV 订阅热线1888-759-3474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乌克兰反对派与警察爆发流血冲突后 日间双方保持克制 反对派领袖说 会再与总统亚努科维奇谈判 但总理阿扎罗夫说 提前大选的要求是不切实际 有示威者认为 政府希望透过流血事件 令示威者自己放弃抗争 但他们说刚巧相反 仍期望能以和平达至胜利 反对派要求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的最后通牒 并未解开困局 反对派领袖克里奇科呼吁大家暂停冲突 他又说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阻止局势升级 而全国只有一人能够制止这场冲突 就是总统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维奇就要求国会议长 下星期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局势发展 而正在瑞士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总理阿扎罗夫说 提早大选是不切实际 更指责示威者是企图发动政变 推翻合法的政府 前一晚首都基辅示威 转区激烈 首次有人丧生 即到处的烟火 有在场采访的英国记者形容 画面就好似地狱一样 欧盟和美国谴责暴力 美国说不排除会实施经济制裁 大型百货公司Target宣布 于全球各地裁减475名员工 Target称 在过去的六个月内 已经裁减700个新开设的职位 但公司没有明确指出 当中有多少个被裁职位 是在加拿大 土耳其中部省份发生车祸 一辆大巴翻车 造成至少48人伤亡 顶尽状态进入第二天 反对派示威者 仍然继续在室内多出示威 反对派领袖素贴 更带领示威者 在曼谷室内游行 沿途又收集民众捐款 素贴扬言会继续抗争 警告当局不要驱散示威者 或者使用武力 否则是与军人为敌 泰国看守总理 兼国防部长英璐 在国防会议中 向军方高层要求 检查下属是否有投票权 又指示他们要管好武器 防止有人偷武器 做其他用途 虽然紧急状态不影响下月的大选 但选举委员会表示 紧急状态不能确保大选 可以顺利举行 而投票当日可能会出现混乱 寻求宪法法院裁决 推迟大选 同时履清 看守政府宪法权利 但看守政府就强调 颁布大选日期的法令 得到泰王认可和签署 选委会无权改变 另外 有参与过示威的国会参议员派文 计划入禀宪法法院 要求法院裁定紧急状态令 是否违宪 他认为 在紧急状态令下 看守政府会动用 一万两千名军警 执行相关命令 可能有力执政为泰党 在下月二号大选的选情 违反宪法定名 政府禁止利用公职人员 在选举中取得优势的规定 土耳其中部省份发生车祸 一辆大巴翻车 造成至少48人死亡 由于大雾陆华 一辆大巴当日满载乘客 在公路上失控翻车 撞上道路护栏 有至少20人身亡 28人受伤 遇难者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而遇难者遗体 已从事故现场运出 土耳其有关部门 已对车祸展开调查 面对中国在国际社会 发动的舆论抨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再次为参拜靖国神社辩护 指神社并非只是供奉假期战犯 安倍又不点名指 中国每年增加军费是挑衅 要求不要在亚洲搞军事扩张 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是首位获邀 在论坛发表主题演说的 日本首相 他不点名批评中国的军费 每年增加一成是挑衅 认为要公开完全透明 可核查的军费预算 呼吁不要在亚洲搞军事扩张 在演讲后的座谈环节 安倍晋三再次为参拜靖国神社辩护 安倍晋三再次为参拜 安倍晋三表示 靖国神社并非只是供奉二次大战 甲级战犯 还有其他战争死难者 作为国家领袖 到神社向他们表示悼念是很自然的事 过去也有日本首相前往参拜 安倍晋三表示 他无意伤害中国和韩国人民的感情 他起了不战誓言 希望世界和平繁荣 他愿意打开胸襟 期待与中国及韩国领袖对话 关于中国的海洋活动 安倍晋三呼吁 应该透过对话与国际法准则 而非以武力和威胁解决纷争 安倍晋三又将现实的中日关系 与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英国和德国的关系比较 指中日是互相依赖的 有巨大共同利益的贸易伙伴 如果爆发军事冲突 对双方都是损失 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